杰尼斯事务所 日前承认创办人 强尼喜多川 性侵事实 震惊外界 然木村拓哉 却发文一丝力挺 引起外界炮轰 也让他的人气受到影响 近日媒就发现 木村拓哉的IG 出现疯狂掉粉的状况 从数据网来看 在9月11日时 他仍拥有402.3万人追踪 但到了10月16日 却只剩下399.9万人 短短一个月内 就少了近2.5万人 而截至目前为止 木村IG的追踪人数 为399.5万人 掉粉情况似乎还在持续 日媒就推测 木村拓哉掉粉的原因 与他发文引用 强尼喜多川明眼有关 虽然该择帖文已经删除 但仍不见日本网友怒火 另外日媒也发现 木村拓哉目前广告价码 一大砍2500万日币 不过那身为杰尼斯 头牌艺人 未来是否会有新广告找上门 还有待观望